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,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家边沟,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,一个个病恶而死,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 多年以后,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,倾听他们的回忆,记录他们的过去。 于是,一段早已被人遗忘,却触目惊心的往事,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 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家边沟记事》。 作者杨显慧,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播讲《聂梅》、吕鹏。 因为我偷了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粮票,所以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。 没有再叫我去加边沟,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碰我六年劳改,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巴黎瑶。 61年,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。 我后悔从加边沟逃跑吗? 不,不后悔。 尽管我判了六年刑,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 如果我要是不逃跑,我会饿死在加边沟的。 加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,许多人家里鸡炒面饼干。 到六零年的下半年,也饿死了。 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块钱,我能活下来吗? 就是在看守所和巴黎瑶,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。 哼,我的运气真好。 1965年,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石宫农场。 一年后劳改期满,不准回家,也不准回南州。 又转到四宫农场就业。 从四宫农场转到夏和清农场, 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,新华农场。 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前往五大坪农场。 最后转到北湾农场。 连劳改,带劳教,带就业。 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。 这十八年,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, 就是盼着大赦,盼着甄别。 但从来没有过大赦,也没有过甄别。 还想什么? 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了,再也见不着于书敏了。 于书敏现在怎么样了? 已经嫁人了吧? 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,他幸福吗?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, 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, 永远不准回家,就永远得不到自由。 而我如此的渴望自由。 1972年开始, 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, 想办法找个女人到农村去落户。 说起找对象啊, 真是悲惨极了。 我记得在夏和清农场的时候, 那里呢, 有很多就业的大学生光棍, 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。 夏和清公社的女人, 瞎子瘸子, 瘸膊胳膊短腿蛋, 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抢光了。 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, 总共说了四个。 我现在的女人, 名字叫魏万花, 她那时候啊, 三十岁出头, 两个女孩, 一个男孩, 丈夫呢, 是牙塌了砸死的。 我是个光棍, 她是个寡妇, 我同意她也同意。 她跟人说呀, 说老改犯就老改犯吧, 怎么说, 也是个大学生啊。 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, 建了一间六平米的房子, 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。 领导呢, 还让我休息了一个星期, 这就算是读蜜月了。 结婚以后, 我立即打报告, 我说我现在有家了, 在农村, 我要求到农村落户。 1976年, 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, 慰问花家落户了, 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。 说到结婚呢, 还有个小插曲, 结婚以前呢, 女方要六尺条绒, 我没钱买。 我给我姐写了一封信, 我说我要结婚了, 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, 无论如何, 请你帮助我一下, 求你了姐姐。 我姐呢, 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块钱, 姐姐的信里边写道, 知道你要结婚了, 农村很适合你, 可以大有作为。 寄去五十元钱和六尺布, 记住, 就这一次。 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, 母亲说, 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, 看出你的确是改造好了, 往好自为之。 再说个小插曲, 我在九泉的夏和清农场就业的时候, 给家里写过一封信, 信里呢, 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, 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, 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独打了我一顿。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, 当了公社社员, 可又是个二等社员, 队里很穷, 打的粮食少, 队长不让我参加劳动, 不叫我去挣公分, 怕我分队里的粮食。 实际上啊, 不让我劳动更好, 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, 买了几个刷子, 油漆和颜料, 走村串户的给农民画柜子, 画棺材, 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, 全家吃不完, 过年的时候呢, 还能提几斤肉回来。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, 就地安置在静远县体委工作。 平反后的第一件事, 是给书敏家写封信, 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。 回到家里, 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, 我躺了几滴眼泪, 但并不想他。 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, 是他把我送回家变沟的, 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。 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, 老泪纵横, 说, 你早来五十年, 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。 在家里我问我姐, 我是杀人放火了, 投敌叛国了, 我还是监恶妇女了, 你和我划清界限。 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, 要点炒面, 钱, 可你一分钱, 一两粮食, 也没支持我, 我几乎饿死了。 你的心, 怎么这么狠呢? 这么没情没意啊? 我姐说, 我总认为, 老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, 是讲人道主义的, 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, 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, 尤其对政治灾难下, 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, 令人触目惊心。 这些以血肉鸣刻的历史, 使群体的灾难, 不再是数字的累加, 逼迫以自然遗忘, 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, 感同身受的体味, 心怀触涕的反思。 系列纪实作品, 家编沟纪事, 正在播出。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, 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, 他跟我说, 你的书名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 这一提书名, 立即勾起了我的深刻的伤感, 我也在心里呼喊, 书名啊, 你现在在哪儿, 你收到我的信没有, 我还能不能见到你。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, 探亲回到静远, 现题为我的办公桌上, 放着书名的一封来信, 书名在信中说, 他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, 读完信, 他失声痛哭。 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? 写了二十年来对他的思念, 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。 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。 一, 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, 我就不给你写信了。 为什么? 答, 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, 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。 我痛苦地退却了。 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。 二, 1960年春节, 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? 答, 我在老脚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。 三, 你让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, 我为什么没去? 答, 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, 没进去, 站一会儿就走了。 四, 为什么没进去见你? 答, 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, 我不敢说真话, 如果说了假话, 隐瞒我的老脚身份, 那就害了你。 五, 离开你家后, 我去哪儿了? 答, 到处流浪。 我再信的结尾说, 书敏啊, 那次石家庄之行, 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, 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盖六年, 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, 直到今天才平凡。 书敏读了我的信, 失声痛哭, 哭了三天, 才给我写信。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, 最新章节,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, 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你不该瞒着我呀, 即使你成了右派, 我们不能做夫妻, 但我可以接济你呀, 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, 就像我读书的时候, 你每个月寄给我二十元那样。 他还说, 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, 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, 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, 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, 喜心厌旧, 抛弃我了。 为了你所受的苦难, 我一定要报答你。 他履行了他的诺言, 一个月后放了寒假, 他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, 他发给我一封电报, 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。 我按照他说的日子, 去了白银西站, 接到了他。 十九年了, 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, 到这次见面, 整整十九年过去了。 这年他四十岁, 他一点也没有衰老, 还像过去一样可爱, 一样妩媚, 一表人才。 他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, 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, 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质。 看到他, 我就经不住怦然心跳。 十九年了, 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, 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。 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, 这么高贵的女人了。 难道他真是御书敏吗? 他真是来看我的吗? 说实在的, 我那时候真有点自财行贿, 唯唯琐琐, 不好意思和他说话。 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荣啊? 虽说平反了, 当了县体委的干部, 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, 外边套了一件迪卡布的九中山装, 面带菜色。 是他先跟我说话的。 哎, 你怎么这样看我呀? 咱们找个旅馆吧。 我在接他之前, 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。 回到房间, 我那种悲琐的心理, 才得以克服。 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, 就抱头痛哭。 哭啊, 哭啊, 哭了整整半天。 后来他擦干了眼泪说, 咱们来到一起, 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? 他要我领他去商店。 在商店里, 他一下子买了好多的面包什么的, 还有饮料。 我说他, 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呀? 你也没坐过监狱, 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? 怕挨饿吗? 他笑着不说话, 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。 回到招待所的房间, 他把门一关, 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, 然后才说, 不出门了, 咱们三天三夜, 不出门了。 还真是的, 三天三夜, 我们没有出房子, 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, 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, 恩恩爱爱, 轻轻握握, 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, 画了个圆满的句号。 三天, 那是什么样的三天呢? 失去了记忆, 忘记了痛苦和苦难, 也没有伤感。 一切都消亡了, 宇宙洪荒, 天地玄黄, 时空之间, 只有两颗炽热的心, 鲜铃铃的跳动。 三天后, 我们又去了兰州, 他拿着几张空白的介绍信, 信上写道, 我校教师余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, 特赐证明。 然后, 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。 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。 十天以后, 我们才乘坐四十四次列车北上。 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, 他返回天津。 这是第一次见面, 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, 也就是1980年的夏天。 他打电话来, 让我去天津见他。 天津有我很多亲戚, 但是我去了之后, 他不叫我住在亲友家, 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。 他说这样见面方便, 在一起的时间长。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, 有时候借口散步, 在吃过晚饭以后, 走到宾馆来看我。 那次, 我在天津整一个月。 前十天, 他丈夫在家, 他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。 后二十天, 他丈夫出差去云南, 又正好是他儿子方暑假, 丈夫把儿子带走了, 他便叫我去他家住。 我们此生没能成为夫妻, 但是那二十天里, 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, 他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。 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, 我几次对他说, 书米, 我满足了, 你给我的幸福, 比我一生的苦难, 要多得多。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, 他曾把他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, 让我辅导一下体育。 书米个子高, 他丈夫个子也高, 他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, 并且很喜欢打篮球。 他对我说, 我曾经跟你说过, 咱们有了儿子, 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, 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。 现在你看看他吧, 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呢? 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, 然后告诉他, 不可能了, 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, 高体育为时已晚。 他当时咬了几滴眼泪, 十分伤感地说, 这是他的造化。 这一次去天津, 我还见到了他的丈夫, 那是他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, 他借口给丈夫洗尘, 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。 他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, 让我看一眼他丈夫。 吃着饭, 我看见他丈夫对他很好, 往他碗里夹菜。 我当时心里就想, 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, 我不应该再和他来往了, 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。 但是, 后来他有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, 来过两次, 每次都是发电报, 让我在兰州等他。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。 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, 临别时, 他握着我的手说, 回到天津, 请您去师大看看书名, 您就说, 说我叫您去看他的。 去年他退休了, 他是化学系的教授, 他62岁了, 但他还是那么可爱, 请您告诉他, 我快七十岁了, 已经是满头白发了, 但我仍然时时想念着他, 没有一天不想他。